好 咱们这次讲什么呢 这次讲讲怎么让你的英文编辑更有效率 那么首先看一下这个一个文档 英文文档 那么这个是一个英文文档 这个英文文档 说实话 有的时候我经常看见有一些词啊 它是这样的 上面有红颜色的波浪线 或者绿颜色的波浪线 这是什么意思呢 当我把鼠标放到上面的时候 它会和一般的单词不一样 这块呢 有这么一些新的东西 上面这是RUND 那么这个原来的呢 是RUNMND 那么它多了一个M对吧 那么这M可能就是我打错了 那么这个时候 我是不是可以选择这么几个选项 第一个是改正过来 第二个是忽略 忽略就是这个我放过它 不是我的错误 第三个呢 全部忽略 那么就是说这篇DOC文档里面的这个 这个错误 或者说这个RUNMND 那么这个单词就是一个单词 在这篇文档里面就全部忽略 另外呢是添加到词典 那么就是说 以后不光这个DOC文件 或者下一个 不光这一个DOC文件 其他的有这个类似的DOC文件 也可以 也可以 这是一个特殊的单词 那么这个时候 比如说我 我呢可以选择什么呢 我可以选择改正 那么这个就是错的 那么确实 有一些错误呢 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改 在哪呢 审阅 审阅里面 有这个拼写和语法 你可以看到这个 检查两类错误 一类是拼写错误 一类是语法错误 这类是什么呀 是不是语法错误啊 两个泽连用了 对吧 那么怎么办 删除一个泽 那么这个是什么 多打的一个空格 你说这才能检查出来 能检查出来 好 那么这个确实是 能够帮助咱们 这块 拼写一拳 就是把这些都列出来 那么忽略一次 全部忽略 听见到字典 这不用说了 对吧 更改 全部更改 那么这个你可以 可以设置成什么呢 这个 更改 那么这个 这个你可以看到 这个手字母 就是句子的手字母 应该大写 那么更改 那么这个 更改 如果说咱不更改了 说把这个东西 不更改了 是怎么样 添加刀字典 添加词典 那么添加词典 是不是以后 这个就 就也可以用啊 那么咱们看看 词典在哪呢 在这个拼写预法 这块有一个按钮 就选项 选项里面 这儿有一个按钮 就是交对里面 有一个自印词典 你可以看到 它这对应一个位置 对应一个位置 那么什么位置呢 你可以看到 就是这个位置 就是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我发现有两个文件 一个是customer 叫doc 一个是excluded dictionary 那么这两个分别是什么呢 咱们不明白 没关系 先打开看看 第一个里面 它有一个单词 就是咱们刚才 添加到词典 这个单词 那我大概明白了 它每添加一个单词 它就会往这写 写一次 对不对 那么咱们再试一下 比如说啊 比如说还是在这 在这怎么办呢 再添加到词典 把这个单词 再添加到词典 再看看 这个单词 是不是也进去了 也进去了 那么就是说 我所有的这种 类似于自定义的单词 是不是都可以忘里加 都可以忘里加 那这个有什么用呢 就是说你隔了机器 换了系统 重新装到word了 那么你这次的一次点 怎么才能保留下来啊 你是不是就把这个东西 烤出来就可以了 烤出来之后 再把这个覆盖一下 它是不是也稳本稳的啊 挺简单的 另外一个东西是什么呢 如果说这个是在 原来的词库的基础上 去加 加的话 那么这个呢 就是在原来词库的基础上 去捡 那么原来基础词库 它不让动的 比如说 有些单词 比如说cake cake 比如说take take 这样的单词呢 它是已经在词库里面了 这词库不让你动 但是你可以设置这个 exclude dictionary 就是减去词典 如果你把cake 放进去了 那么以后cake 就算不是词典里面的了 这个是这个意思 一个是加 一个是减 好 咱们继续啊 继续 那么这个是 继续执行 等等 在这里边 拼写和语法 一定要当前文档 是吧 这个 这个是什么问题呢 是 这个 这个就是这单词 是吧 现在 现在已经可以忽略了 再检查一遍 it goes it goes 中间多了一个空格 更改 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以 就把这篇文档 全都改完了 在你最后中提交之前 让计算机帮你检查一遍 有没有单词骗错 人不是机器 是吧 总有可能说 多按了一个按钮 那么这个时候 用这个工具可以帮你一下 另外呢 就是 这个 这样一个功能 你又见这个 这个单词的时候 它会有什么呢 有一个东西叫同意词 那么这个同意词 什么意思呀 哎 你可以看到 它这个就没有同意词 是吧 没有同意词 那么比如说这个单词呢 also这个单词 看它有没有同意词 哎 它有一些同意词 比如说什么呢 to as well in addition and what's more more or furthermore besides 那么这些单词 是不是就可以替换呀 为什么要替换呢 也是要改变 对吧 同样一个意思 你要反复用一个单词 就会比较单调 那么这个时候 就会有 有有 比如because because 它那有什么 同意词 since as for the reason that 那么这些单词 是不是就可以 可以丰富 你的词汇表达 让人感觉到 不重复 对吧 这是同意词 就比如说 你把 把这个 把这个 改一下 是不是就成了 改成 for the reason that 那么英文 还有一个重点 是翻译 是吧 你比如说 你这个单词不认识 那怎么办呢 你就可以选中 这个单词 或者在这单词里面 点一下翻译 那么这时候 它就进行翻译了 这时候默认 你当前的语言 是中文 是吧 所以它又把这个 这个英文单词 翻译成中文 那么这个时候 你还可以改 那么这个上面的语言 是什么语言 是这个原语言 那么这个语言 是什么语言 是目标语言 那么这个时候 你把目标语言 改成什么呢 改成法语 行不行 好 再搜一下 它会出现 这么一个东西 它说明什么呢 它说明实际上 是你是通过 Wordlinguals 这个 这个网站 来进行过渡的 就是你把这个 单词放到Wordlinguals 然后Wordlinguals 返回给你 它的翻译 对吧 不光是一个单词 一句也成 更多也成 是否继续 继续 那么它是这样 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么现在 它就翻译出来了 对吧 翻译出来了 好 实际上 这个你整段 是不是也能翻译 整段也能翻译 那么咱们现在 看看中文 中文 那么中文这个 这个意思呀 太广泛了 比如这么四个字 格固顶心 这个是什么意思呀 右键它 翻译一下 那么这个时候 你可以看到一堆 一堆词是吧 但是它这一堆词 也没有清晰地表达 这个 这个格固顶心的意思 那么这个 皮基泰来呢 皮泰来 你可以看到更多的词 更更多的单词 the good emers when the evil has reached the extreme 你看这个 这个挺有意思 它翻译不出来 这个意思 它只能大概的 去模拟这个意思 那么这个时候 如果翻这个 两个黄黎明寸了 一行白路上 今天呢 它就完全 基本上 是 是 是 在这方面 它是不能把这个 语言的意思 彻底翻译出来的 所以说 中文呢 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 这次呢 就讲这些 谢谢大家 再见